姊夫是他 我是姊夫 大家好 今天的草莓季 姊夫就用草莓還有雞胸 來做一個草莓雞胸沙拉 非常簡單 就跟姊夫一起做做看喔 這邊先準備一鍋熱水 我們來煮雞胸 然後加點鹽巴 加兩片柚柜葉 把雞胸放下去煮 雞油差不多好了 先把它拿起來 雞胸 就讓它再煮一下吧 雞胸也差不多好了 拿起來 關於雞胸要煮多久 因為這兩塊雞胸只要小塊 那我們還是要看一下雞胸的大小塊 來決定它要煮多久 雞胸我們把它切塊 看一下 看一下我們現在還有肉汁 好 這剛剛好 接下來 這組好的雞胸 我們先放冰箱 讓它冷卻一下 在等待冷氣的雞胸的時候 然後切一點草莓 切一點草莓 雞胸 在冰箱裡面大概冷卻個二十分鐘 好 讓它涼就可以了 我們現在準備一個攪拌的碗 把雞胸倒進去 這是姊夫的好朋友 讓姊夫從日本帶來的明太子醬 我們擠一些明太子醬在裡面 這明太子醬有點鹹 我們的量要稍微注意一下 我們再擠一些梅胸汁 然後攪拌 好 我們把它拌勻就可以了 這是剛才切好的茶莓 我們加一半在裡面 稍微攪拌一下就好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排盤囉 這是剛才另外剩下的茶莓 撒點綜合堅果 這是芹菜稀 裝飾一下 簡單 方便 快速 又好吃的 草莓雞胸沙拉 就完成囉 喜歡姊夫的影片 歡迎加入姊夫食堂 如果有任何問題 請留言給姊夫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